各位中广新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24年巴黎奥运的筹委会宣布了 他们即将在巴黎奥运会上面的选办项目 包括了攀岩 包括了冲浪 包括滑板 以及街舞 四项年轻族局最喜欢的极限运动 至于在东京奥运会列入了选办项目的棒累球 以及空手道 就被巴黎筹委会放弃了 巴黎筹委会的主席 Instagram的理由是说 因为棒球跟累球是团队运动项目 他们的参赛元额太过于庞大 很难挤进奥运会规定的选手 10500人的规模里面去 虽然在按照国际奥运会的规范里面 选办项目的人员 就是参赛的选手人数 其实是不受到整个的 10500人整个奥运会的参赛人所限制的 那另外一点 则是提到说空手道 空手道这不符合法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那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 但是其实也能够理解 因为空手道是一项 日本的传统的武术 在法国并没有分那么深远的 深厚的基础 所以既然要在法国办选办项目 他们自然是找在法国受欢迎的项目 NSTA国的主席 他之前就提到了 在巴黎奥运会的主办项目 必须符合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符合法国的传统 在法国要有传统的文化跟基存在 第二个要件呢 是要会受到法国的年轻族群欢迎 那我们刚刚看过这次选办的四个项目呢 毫无疑问都是年轻的极限运动 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不要说法国的年轻人喜欢 全世界年轻人通通都喜欢 但是呢 像空手道或像棒垒球 这样子的一个有强烈的地域 叫强烈的地方色彩的运动项目呢 就不受到巴黎的青睐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对于台湾的棒球连来讲 可能又觉得很难接受 因为呢 我们从北京奥运打完最后一年之后呢 我们等了12年才总算又等到 东京奥运会 又重返棒球又重返奥运会了 可是才等了这么一届 那么可能又要再等8年 因为再一次呢 东京奥运会之后啊 又要再等到 最少要等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 奥运会 美国人大概比较喜欢棒球 机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那也就要再等8年 换句话 从2008年到2028年 中间这20年 只有一届奥运会办过棒球赛 就是我们明年的东京 所以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棒球 大家好好珍惜 中华队也要好好珍惜啊 因为你们在后面 可能这些国手 要再打奥运会 要再等8年 事实上在棒球至少呢 在东京还进去过 其实有一些项目呢 也是一直想要进奥运会 一直都挤不进去 以这一次的 巴黎筹委会的项目里面呢 就包括了像西洋棋 像撞球的斯诺克 还有碧球呢 都Squash 都曾经是被列入呢 巴黎筹委会的 这个讨论项目之一 可是呢 最后都取消了 最后只有街舞进去了 街舞在去年的 比去年首次被列入这个 阿根廷的 布宁诺爱丽丝的 七年奥运会 列进去 当成这个别项目 然后呢 再等到五年之后 六年之后呢 他在巴黎奥运会 就会变成正式的项目了 好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例子 但是像不顺利的 就提到像西洋棋 西洋棋努力了很久 西洋棋从1999年 就开始被列入了 国际奥运会 就承认它是一个运动项目了 然后在2000年 雪地奥运会的时候呢 西洋棋呢 被列为示范赛 不是正式赛 金牌不算数 但是呢 也至少列进去了 到2006年呢 杜哈亚运会的时候 他们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一直都有机会 努力要几进奥运会去 可是一直都被国际奥运会呢 以这个比赛 这个项目跟一般的运动 大家观念长距太远了 就把它屏足在外 那事实上 他们也一直非常积极 他们甚至于呢 想说 夏季奥运会几倍进去 那么冬季奥运会 人比较少啊 所以是2022年北京要举办冬季奥运会嘛 对不对 他们说冬季奥运会 我们也可以举办冰上围棋啊 我们把那个围棋的棋子 用冰做就好了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来下棋 对不对 你们夏季奥运会很难挤 冬季奥运会也OK啦 那后来就提到说 这几年呢 电子竞技啊 就是所谓eSports啊 电竞呢 也被列入了 亚运会的示范项目了 下一届亚运会 正式变成项目了 那围棋有没有可能 从这个电子竞技的角度呢 回到奥运会去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呢 以后他们 他们也可以下这个线上西洋级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都还挤不进去 所以你知道 放进去奥运会有多困难 那棒累球 现在已经挤到一个不错的地位 如果明年冬季奥运会 不管是收视率 不管是观众的人数 都能够有好的绩效表现的话 也许呢 2028年呢 机会回去还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一样要再等八年 就知道 奥运那个时候棒球累球呢 被踢出奥运会之后呢 棒 国际奥棒总 列为这个所谓的核心项目啦 选办项目啊 就一介绍自己的这个关卡 以后的各种运动项目 新的项目要提进奥运会 是越来越难提进去了 那么现在在留在奥运会项目的 各个项目呢 要好好把握 好好珍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